舱门在半空中掉落,粗暴事件频传 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司7月31日宣布 新任执行长由拥有工程式背景的奥特伯格出任 现年64岁的奥特伯格曾经担任航空零件企业 罗克威尔·克林斯执行长多年 他预计在8月8号上任 将肩负扭转波音事故频发形象的使命 拯救亏损连连陷于困境的波音公司 奥特伯格在声明中表示 对加入波音感到非常荣幸 赞赏波音是航空业标志性的公司 未来将会公司同仁一起努力 并将安全与品质放在首位 波音公司这次选择具有工程背景 而非金融背景的人士除任执行长 显示出想要改善生产品质的决心 波音近期因为一系列安全和品质管控问题 陷入生育危机 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 737 MAX9科技的舱门在半空中掉落后 导致波音前任执行长洪凯尔辞职 波音第二季财报也显示 公司亏损已经增加到14亿美元 收益也下降14.6% 欢迎新闻专格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